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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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城市建设 2020年5月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 进驻江家村 开始对这里的建设用地 进行考古钻探 很快 他们就发现 这是一处2000多年前的西汉墓葬群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开始对这一片墓葬群进行发掘 虽然这片墓葬群 有18万平方米之大 但考古队员却没有很激动 这次我们接到这个墓葬群的发掘人物以后 我们说实话 没有抱多大希望 因为我们闪现的来说 汉墓石墓九空 中国古人誓死如是生 所以他们重视后葬 加之平地上怂起的风土 非常容易辨识 汉墓石墓九空成了普遍现象 江家村的100多座墓葬 同样并不容乐观 但哪怕有一丝希望 都值得考古队员倾尽全力 大反通西边开始发掘 在路到这看吧 基本上差不多 这块比较密集 形枝也比较大 探查现场后 他们迅速制定发掘方案 江家村的地势南堤北高 并且大型墓葬都位于北边高地 为了方便大墓填土 能够有处堆放 考古队员决定 先从地势较低的小型墓葬 开始发掘 没有大型机械参与 狭窄的碳坑中 发掘工作只能依靠铁锹 首产这些传统工具 缓慢推进 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 但这却是考古队员的日常 清理掉表面的耕土层 当发掘面推进到 距地表七米时 倒洞出现了 每次看到这个墓葬 倒出得这么严重 我们都是非常心痛 然后这个都是 走先留给我们 宝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 现场的坏消息 一个接一个传来 不同探方中 几乎都有倒洞出现 清理陷入停滞 它的被盗率是比较高的 我们感觉非常的惋惜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如此严重盗取 依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一百多座木桑中 难道就没有一座保存完好 考古队员不甘心 接受眼前糟糕的情形 他们希望幸运降临 此时 发掘现场南端 一座编号M99的小型墓葬 突然成了清理的重点 由于M99号墓形质小 不太容易被发现 考古队员希望 这一座墓葬没有被盗 清理变得小心 考古队员仔细关注着填土的变化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之前大概M99 它所在的这片区域 就在这儿 这一块 然后墓石上方的土 我们取了大概有四米多的时候 这个墓石的洞顶露了出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没有发现 就是它有被盗的痕迹 没有发现被盗痕迹 考古队员松了一口气 发掘持续一天后 好消息就来了 考古队员进行清理时 木坑底部的填土中 突然露出了绿袖斑驳的一角 这显然是铜在氧化之后的结果 难道填土中掩埋着青铜器 巨大的喜悦没有打乱清理节奏 考古队员小心地拿捏着手上的动作 扫掉覆盖的泥土 气物渐渐露出全貌 产口 古腹 内部中空 如同一件缩小的水缸 这件青铜器的信息一目了然 面对造型如此简洁的器物 细心的考古队员 却有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发现 护身上中间有三道突旋纹 它的气身是方形石心底座 气身上有暗刻的云纹 暗和了当时人们天元地方的这种宇宙观 对于这小水缸样子的青铜器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迟迟没有合理的解释 清理仍在继续 很快 在距离小水缸7厘米的泥土中 一件布满黑色锈机的器物出现了 这次显然不是青铜器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块 横着一直往下倾 慢慢它的全貌就露了出来 两头厚中间窄 是一件铁柱 这是铁柱掩埋2000多年后的样子 长约27厘米 完全被锈石包裹 考古队员发现 铁柱的异端较大 这个细节让之前的小水缸之谜迎刃而解 铁柱的记载自古旧有 在义细词上说 断木为柱 掘地为铁 它就是铁柱的最早的一个形态 它是古代人们加工粮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铁柱的发现解释了之前小水缸的用途 它的学名叫旧 人们在冲倒食材时常用 这位M99航母的主人将旧储一同带入地下 或许他是一位热爱食物的人 由于江家村后续建设近在眼前 考古队员必须加快发掘 当清理到墓室西侧时 手产突然触碰到一个坚硬的器物 很快 竹签就在周围轻出轮廓 扫掉表层泥土 又一件青铜器出现了 铁柱的清理拿下来以后 发现它身上的灰 身上的灰还有底部的灰都很厚 判断它是实用器 底部残留黑灰 可能是来自炭火的厨烧 清理掉黑灰后 青铜器的细节变得清晰 气身上有一个铜管 呈中空状 有可能用来插接木柄 由此考古队员推测 这可能是一件炊具 我们查阅资料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有一件征集来的带饼铜谋 它的形质是完全一样的 铜谋一般是作为主食器 没有什么太大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但很快 考古队员收回了这个推测 因为他们在这件同谋中 发现了不寻常 从底部的灼烧痕迹判断 这一件同谋是一件实用器 但气形如此之小 用来烹制食物 显然有些说不过去 屋主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手产嵌入土层 毛刷小心翼翼地扫去浮土 掩埋的秘密一点点被揭开 临近中午 考古队员在距离同楼五十里运区 又有了新发现 清理完以后 我们从它断裂的地方 做了一个延伸 发现与这个同勺的形质非常相似 尽管边缘残破 但圆弧陡壮的造型 依旧可以看出 这是一把勺子 从已发现中岛食材的旧厨 由主食温饭功能的同谋 以及餐具同勺来看 随葬品又似乎滑向了饮食的方向 两千多年前 距离汉帝国都城长安 近二十多千米的咸阳江家村外 埋葬着一位拥有炊具 餐具 以及加工食物工具的人 狭小的M99号墓中 埋葬的会不会是一位当年的厨师呢 正当考古队员 对墓主人的身世猜测时 又一件器物出现了 同样是青铜器 同样一侧是带环的厂柄 一侧是斗状容器 不同的是 斗的底部竟然是平的 这又会是一把勺子吗 M99号墓的新发现 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惊喜并未停止 随着填土被一点点清理出来 墓底又出现了几把铜勺 在清理完以后 我们发现它同样形质 但是不同大小 一共有五把 分为两小 一中 两大 小的它的长度大概在三厘米左右 中型的它是大概在五厘米 然后最大的是八厘米到九厘米 五把造型相同 大小不同的铜勺 如果都是用来喝汤的餐具 那这位牧主人 可真是太讲究了 但很快 关于餐具的推测被推翻 现场负责人岳明 通过查阅资料后发现 这种酷似小勺的青铜器有个特别的名字 铜梁 经过查阅资料对比后 我们发现这三种 三种大小的铜梁 是汉代的小型精确计量单位 它们分别叫做 月 搓 分 它们三个之间有着 的进质关系 一分是64颗鼠或者素的容量 然后四分等于一搓 五搓等于一月 两月是一合 然后合它是一升的十分之一 中国古代度量横 有分 搓 月 合 以及我们熟悉的升 斗 湖 升的容量 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在上海博物馆中 就藏有一方升凉器 它的实测容量为202.15毫升 回看M99号目 这五把铜梁 从小到大相互配合 完成了精确的换算 但与此同时 一个新的疑问出现了 在多维 少许 适量的烹饪中 这位2000多年前的大厨 真的需要如此精确的用量吗 如果是吃饭用的汤勺 谁会把食物量到精确再入口 有一种可能 这五把铜梁 根本就与餐具无关 为了搞清楚 五把铜梁的容量和作用 月明反复查阅资料 突然一个细节跳了出来 这三种小型的精确计量单位 一般被用作药用 由于常做药用 铜梁常被称为药梁 M99号目主人 为何会陪葬如此精确的计量器呢 难道他是为医生 考古队员对M99号目主人的身份 越来越迷糊 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 东北方向传来了好消息 这是一座空心砖室木 编号M57 我们首先发掘到R室 R室也是四面空心砖箍的 我们把它的顶打开以后 看见里面的淤土 大概在30厘米高 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气物的残片 它是气身是黑灰的 然后气身上有彩绘的珠砂 气物受到淤土挤压 碎裂成残片 考古队员推测 破碎的气物可能是一件陶罐 在西汉时期 以彩绘陶罐作为陪葬品并不少见 通常它们会成组出现 考古队员立刻清理周边淤土 他们相信组合气物的发现 对于墓主人身份的解读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淘气溢碎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扫着泥土 很快更多的彩绘残片 还有陶器一件件出现 修复后这种彩绘陶罐 一共有七件 它们被做成同样的大小 彩绘陶罐 汇出同样的彩绘 竖井 古腹 在西汉时期出土的彩绘陶罐中很常见 罐内空空 没有留有任何关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但仔细观察后 考古队员欣喜地发现 有一个陶罐的警部 隐隐约约写着两个字 大一 在汉字的示语中 大通太 这个大一或许就是太一 我看到太一罐以后 看到这个太一罐 我感觉到太兴奋了 太一过去 这个知识到史书记载上见到过 但是墓葬出土里 好像过去还没见到过 这个太一罐出土 这说明了这个史书记载的 太一是个六位弹关系的官员 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医生 太一字样的彩绘陶罐 给出了M57号物主人的身份 他或许就是一位太一 这个发现很重要 两千多年前的中医药区 很可能因此而被填补 既然彩绘陶罐写有太一 那么罐里盛放的是什么呢 会是药材吗 考古队员不愿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希望找到肉眼看不到的信息 这里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验室 彩绘陶罐中的附着物 在提取后被送到了这里 植物考古学者程志杰正在进行检测 我们对彩绘陶罐内残留物进行显微观察 发现了一些疑似植物精的组织 这是其中的一种 它的纤维呈树状分布 直径在5到8微米之间 那么在纤维周围排列着一些硅脂块细胞 那么呈动向的分布 那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一些 现代植物精的组织排列 是比较接近的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钢墓》中 收录了上千种药材 其中植物药类占有很大比例 江家村M57号墓彩绘陶罐中 检测出的植物精 很可能是物主人 当时存放在罐里的植物药材 这些精来自哪些植物 为了判断出更准确的类别 程智杰又进一步 对罐内的附着物进行了检测 它由单粒或者是两三粒淀粉 组成的四粒结构 那么它的起点是开放的 那么层纹是以起点为中心 往周围分布 它的长在10到14微米之间 宽在10到12微米之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 与现代莲藕的淀粉粒是相似的 所以我们推测这一类 有可能来自莲藕 藕是莲肥大的地下精 微甜而脆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神农《本草经》中曾记载 藕石精 胃肝 瓶 竹骨中 两神 以气力 除百急 由于检测样本提取自 泰一字样的彩绘陶罐主 考虑都来推测 这陶罐很可能是M57号牧主人 用来存放熬好的液体中药 植物精的组织与莲藕 或许是2000多年前的中药成分 但这仅是一个彩绘陶罐的提取物 还有六个彩绘陶罐 或者更多成分 等待被发现 古人誓死不是生 生前的食用器 死后被带入地下 或许M57号牧主人 热爱自己的职业 希望在另一个世界 依旧能做一名医生 M57号牧主人的身份 推测可能为医生 那么 先前发掘的M99号牧 也出土了药用的同梁 这位牧主人 会不会也是医生呢 他们所处的西汉时期 中医学已经相当先进 不仅出现了医工这个职业 还有精确的医用器具 2013年 四川省成都市老关山汉木 曾出土过一宗 人体清学修漆慕涌 它高约14厘米 裸身 表面用红白细线描绘的人体经络 清晰可见 除乌勇外 老关山汉木 还出土了大量医学检毒 咸阳江家村M99号牧 买有太医彩绘陶冠的M57号牧 成都老关山汉木 它们同在一个中医 逐步发展的时代 医用器具能够精确制造 中医理论早已形成 据此推断 这位M99号牧主人 极有可能也是一位医生 为了证实猜想 考古队员月明 再次将M99号牧出土的器物 取出观察 顺着线索 答案逐渐清晰 首先被捕捉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放在一起以后观察推测 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结论 就是它是一整套的药用器 M99号牧主人身份探索 越来越有趣 又近黄昏 但考古队员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清理还在一点点继续 很快 手传之下又出现了新的气 我们在牧主尸骨腿的北侧 发现了一个类似于L型的一个青铜器 它的一边长是7厘米 另外一边长大概是5厘米 我们当时不能判断它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器物 L型很像我们常用的直角尺 但气身锈石炎柱 已经看不见刻度 上面残存着泥土压痕 这又会是什么呢 考古队员仔细查阅资料 寻找答案 同锯它带刻度的也叫做锯齿 是保持器物制作规整 用来测量和画方的工具 仔细观察 一个新发现 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 同锯上泥土压出的折痕 似乎是一种布料的纹理 可同锯上发现的布料痕迹 通过跟以前在人的尸骨上 发现的布料做了一个对比 它的纹理非常的细 它的位置是和这一组药梁 放在一起 而且上面都包裹有 相同材质的布料 所以我们推测 它应该还是 这组药用器的一个部分 这件铜举会不会 依旧是医用器具 暂时还没有确切答案 要想了解真相 还带后续研究 回看今天我们的生活场景 很多中医药店 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工艺 旧厨倒药 锅具煮药 小勺喝药 小勺喝药 虽然一些材质发生了变化 但整套器具和咸阳江家村M99号墓出土的器物 没什么太大区别 根据这套出土的医用器具 考古队员试图推测墓主人的职业 太医的话我分析这个墓葬 有可能就太医的本人的墓葬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着力量 但这只是咸阳江家村汉墓群 一百多座墓葬中的两座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现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